不用这个,你永远都想不到,吃饺子擀皮都不用手了,面团放进去,轻易一压,饺子皮就好了,一分钟能压200个,而且又大又圆,压出来皮,中间厚便要薄,不会包饺子的,赶紧背一个 你知道为什么自己在家做出来的板栗又硬又难吃吗? 90%的人第一步就错了,一定要在洗干净的板栗背上开一个十字刀口,这样能让它更好地把糖分吸收,里面的板栗才会更软糯 之前用刀切总是打滑,还容易切到手,这次有这个板栗夹就轻松多了,夹好的栗子开口朝上,放在锅里,刀一勺蜂蜜,一勺油,加清水没过栗子,等待十分钟,这样做出来板栗香甜粉糯,个个自动包皮 老人小孩都喜欢,秋天的第一份板栗,自己在家就能做了 吃核桃,打死也别再用门挤了,用它一秒就能破壳取肉 只需清一夹,果皮自然分离,不伤手不乱剑,各种坚果都适用,真是太方便了